文兰郭先生NBA的季后赛继续进行 在绿军的主场 许多人还是期待年轻的76人 能够有所作为 毕竟76人的天赋那么好 而绿军里面 则是欧文和海沃德赛继报销的 哪怕杰伦布朗付出料 再与欧文和海沃德相比 那也不是一个级别的运动员 遗憾的是 哪怕一开始领先最多达到22分 76人还是太年轻 还是不够稳重 最终 球队也是以103比108 再次输给了绿军 也就是说 在绿军的主场 76人一点收获都没有 这样的比赛结束之后 对76人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同历史上来看 绿军2比0领先的系列赛 还从来没有输过 而76人赢比2落后的系列赛 同样没有赢过 也就是说 若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 这样的一轮系列赛 或许已经结束了 对76人来说 虽然输球料 但还是有多人表现出色的 比如雷迪克 砍下23分 考文顿 也砍下22分9篮板 至于恩比德 同样砍下20分14篮板 五盖帽的全面数据 这些人的出色发挥 是76人能与力军熬战到最后的真正原因 不然的话 第三节一波流 76人就输掉比赛料 不过 在这些人表现出色的时候 一名状元狼的表现 则是令人失望的 他就是西蒙斯 前场比赛 他上场30分钟 4中0 仅仅砍下一分五篮板西助攻的数据 作为小詹姆斯 西蒙斯居然被身高远远 不如自己的斯马特方 得找不到北 这个却是有点不可思议的 这也证明一点 西蒙斯的下盘力量 真的还是需要提升的 因为 斯马特的防守要领就是一点 防守你的下盘 让你难受 让你动作变形 而最终 斯马特的目的也达到料 而作为天之骄子 作为西地之称的西蒙斯 打料30分钟 真的获得到一分 显然 这是非常不合格的数据 而事实上 进入季后赛以来 西蒙斯的表现 一直还是很稳定的 不过得分的爆发力 则很一般 在已经进行的七场季后赛里面 他或有一场比赛得分超过20分 其他所有的比赛都是10多分 而这场比赛 更是获有一分 的却有点不可思议料 而从最佳新秀的角度来说 西蒙斯基本上已经锁定最佳新秀料 因为此前的各种预测都认为 西蒙斯的最佳新秀 是基本没有悬念的 哪怕 他还有尼切尔这样的竞争者 但不得不说 进入季后赛之后 尼切尔的表现 显然是更惊艳的 甚至于 是被包扎的巨星待遇 而西蒙斯 则很难会享受这样的待遇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没有投篮的能力 该房就够了 30分中仅积分 西蒙斯或以锁定最佳新秀 但却不配给尼切尔提鞋 最起码 从这个赛季季后赛的表现来看 西蒙斯的爆发力 可欠远不如尼切尔 在球场上的统治力 同样如此 对西蒙斯来说 这个夏天最该做的事情 除了练投篮之外 还应练好下肢力量 别被人一点下盘 就不知道如何打球料 感谢观看 喜欢视频的朋友 赏一个订阅吧